JavaScript编辑器 那使用Microbit我们要如何来做编程的教育呢?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比较多人会使用JavaScript的这一个语气的编辑器 那它的编辑器在 macode.microbit.org 这样 那如果你一开始你的浏览器是第一次进去的 它很可能出来的是 英文的 它是一个英文的界面 它如果没有转成中文的界面 记得在右上角这个齿轮这边 选择Language 然后请你选择 台湾 中文台湾 这样就是一个 Microbit的中文编辑器 那它基本上是积木式的语言 你可以直接像是窥取一样拖拉 那右边有一个模拟的示范的图 那做完的档案 现在党名在这里 你自己可以取名字 比方说我把它取到A02 然后 这边拨 如果执行的积木 等一下可以选择下载下来 那 那 那 专案这边 是可以 记录你之前做的 这边是它的官网 那 点这里的话 点Microbit 是它的官网 那我们首先来拖拉一个 最简单的一个积木 就是基本里面 我们有一些 好像这是一个爱心的图 那爱心的图 做完之后 我们还想让它 做一个 比方说 打勾 那这边会有一个模拟图 就会告诉你爱心玩打勾 这是目前 你做出来的状况 那做出来之后 请你要点选什么 下载 我们把这一个 你看它存下来 是.hes的档 确定 好 存完之后 它会在这里 一样你要把这个档 复制到 Microbit的 资料夹上面贴上 那这个时候 你还是会看到它的灯在闪 它是做写入 写入完 这个 这个磁碟 这个磁碟机又重新再打开好 出来了 好 爱心打勾 爱心打勾 好 这就是目前 我们刚才第一个写的 一个最简单的 一个程式 它的做法 就是你要把 HES 拷贝 进 这个磁碟机 然后它的程式自动会帮你转换成 这块板子 可以翻译的 程式语言 去把它烧录进去 那你编辑的 网站是这个 maccode.microbit.org 切换语系在这里 切换语系在这里 好 这是最简单的第一个 maccode.bit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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